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我给大家带来的分享是ObsaraDVH FaceChamp的Finis和Spo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我打开这些点 然后Finis的话,其实是Finis现在在我们这个HPS上提供一个服务 然后作为HPS上面的一个Surf接口 然后他现在,Finis主要在这边的一个应用场景 就是说在HPS上提供有OFP和操作性分析的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他只是HPS上一个Surf 同时呢,他除了在HPS上可以提供这样的 有这么一个定位 以后他还有一些就是说 HPS上的Finis现在有两种架构模式 第一种就是说它是一种中科无端的模式 Finis其实它本质上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把一个Circle翻译成HPS的一些 它其实就是做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但是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是说不同的这种架构模式 中科无端上侵入客户端的这种模式 可能会对Finis的问题性 这个音乐性可能会有不同的影响 然后中科无端的这种模式是最早版本 最早版本推出来的其中的一种模式 它就是说在客户端上 把Surf翻译成HPS的一些 然后发送给HPS的Surf 发送给HPS的Surf 通过HPS的Surf 通过CP去计算 然后拿回结果 然后在客户端进行接代 然后取出去 然后取得是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它就是说 它就可能会有这种 在营业上的话就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客户端可能会有bug 后续要修复 那这个时候用户的话可能会有 就是对用户来讲 他每一次升级 其实就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不准反的就会 要去升级的话 他会发现这个版本 小版本太多了 而且我们也对他通知 一起升级的时候 可能就是说用户也不会及时 获得升级的这个 升级的这个 升级的通知可能会导致 它的bug依然存在 对它的用户可能会有较大的影响 然后新客户端这种模式 其实它就会一样 它就变了 它其实就是起了一个 起了一个所有服务 然后呢它会在 然后它会在这个RS上 然后在RS上 就是说或者是你可以在其他界点 去取一个Qualty Server服务 然后在我们这个 在MHBase上呢 是通过这种方式 之后会提供这种能力 就是说在每一个RS上 去顾一个Qualty Server 去提供这样的能力 然后通过这种 亲客户端的方式 然后只需要 发一条SERV到SERV 然后在Qualty Server 进去解析 然后在Qualty Server 在Qualty Server上面 把这个结果翻回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样的话就是说 在营专的这种 这种第一种呢 就是说可以降低这种用户成本 第二种呢 就是说具有更大的合同性 然后就比如说 这个Qualty Server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计计 然后Qualty Server 然后Qualty Server 我们可以去 在SERV上进行评估 这条SERV是不是 一个比较高位的操作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Qualty Server上面 很容易对 不太了解它的用户的话 很容易发起一些 掃权表的 掃权表的SERV 那这个时候 其实这种掃权表的操作 可能对HBase的整个机型 会造成 会可能会造成HBase 机型可能直接crash 掉 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操作 然后 同时呢 就是说 这种Qualty Server 做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提供 通过ZK 或者其他的HBase 可以提供 可以提供高可用 然后让Qualty Server 也具有高可用的能力 不会因为 某个Qualty Server 挂掉而影响服务 这个HBase 现在的话 在HBase 基本就是一样的模式 然后 现在很多用户 都比较倾向于 说是从重客户端 转移到轻客户端 因为这样的话 在他们的业务观来说 他们只需要一个很轻的包 然后把这个包放在 一个很轻很小的一个 包放在他们的业务代码的依赖里边 但是对于他们客户端来说 影响也会比较小 也不会因为说 客户端他们跑的一个东西 导致于他们 导致于他们 导致于他们外国的SOL 外国的SOL端 受到了影响 SOL端可能产生了一些 比较 因为 FINIS的Bug 客户端Bug 产生了一些严重的GC 或者crash掉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 导致他们外国SOL 的应用 这个 所以说 现在客户都比较倾向于选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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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之后的一个方向 然后现在也在 我们这边也在努力做这个事情 把这个 做到更加的低一点 然后 分享一下 这个 我们这边现在 两个比较典型的场景 然后 其中一个场景呢 就是说 无量的场景 无量的场景 无量的场景的话 一般大多数数据都是来自于 传感器 然后 通过传感器 采集数据 然后 把这些数据 数据 然后 然后 在业务单一处理 协定 协定 Finis 然后 再通过Finis 对他分析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Case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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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量场景 下面 就是说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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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个 车的轨迹 然后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 通过采集车的轨迹 然后再加上 它在业务表里边 有些用户的数据 然后它需要对这些轨迹 加 哪些车 哪些用户 产生的这些 轨迹 然后要对这些数据 这两个表 做一个关联 分别从那两张表里边 然后大表的话 可能是 大表的话 大表的话里边 从的是 使用数据 然后大表里边 有 一以上的数据 然后小表 是比较小的 然后在这个Case里边 就是说 我想说一点 就是说 因为Who 其实这种 在Finis里边 这种照应操作 其实是很小的 然后在什么情况 那么场景下 去选择 在Finis里边 可以使用这种照应呢 然后其实 就是说 在Finis里边 计算的中间结果 一定要 一定 最好是小于 一定是很小的 最好要小于 那个Soldan Cache 然后那个Soldan Cache 其实默认的就是 默认的地址在 H Base里边 它在RS上 是15%的内容 然后这个是可调的 但是 一般不是 是不会推荐在Finis里边 做一些大表的 Joy 然后是 就是一般是大 大表 或者一个很小很小的小表 这两个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场景 还是来说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 这个用户 为什么不选择 用Geomasa去选择 用这种方式 去做它的业务 支撑它的业务 还有它的加点表 而且所以 然后它这个客户 他每一天要求 要求的就是说 要求就是每一次的查询 就是说 是小于2秒的 然后它这个里边呢 刚才说的是实空数据 然后它这个实空数据呢 就是说 每一次查询 就是说 是一个不规则的区域 是由多个顶点 构成的一个不规则区域 不规则区域 不规则区域构成的 这个 可能这个 这个不规则区域 应该是 现在是小于100个顶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 现在Circle上 就会有多个奥条件 所以说 你会看到这个Circle 它会有上百个 或者是 当小于100的时候 就是有小于100个奥条件 就是 包的瑞纸条件 然后要求是 互相扩展 然后大概就是 它的架构基本上就这样 腰端 腰端采集的数据 然后进行编码 然后通过 有80基金编码 从主到HPS里边 然后 从主到HPS里边 然后再通过 Fillings进行 进行 进行Joy 然后 Joy 一个用户的表 用户信息表 和一个 和一个 时空数据表 然后 这个时空数据表 会比较大一点 然后现在也会在 每天也会在 持续增长 然后 这样的话 就是说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的话 其实是可以写成一个 Ener-Joy 但是 这种状态的话 会 就是说 会打不到用户的 这个 就是 它的那个 新的要求 后来经过优化 然后 在这种Joy 情况下 就是要尽可能的 想办法 进行 那个 进行 进行 位置下推 然后 让尽可能 让 产生的 中间结果 尽可能的 这样的话 就可以 这样的话 就可以 给Joy 比如说 给这种 大字大表 Joy小表的 这种 这种差距 能得到更多的加速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另外一个是比较 典型的 是一个 互联网的 一个场景 这个 试图量比较大 每天大概会有 这个 这个是之前的 怎么说 现在 那个业务 有点变化 这个是之前的 然后就是说 之前的业务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个用户的场景 就是说 500G 每天的数据 然后每天增量大概 就是说 3.5公里以上的数据 然后 这个数据量 是比较大的 然后 它也是用到 分离四二级 所以 要求 插群 插群 是小于 200毫米 然后它的 所以表会比较多 每一个 它的对应的分离四 表大概 会有六个 六个 所以表 然后 然后 会有六个以上的 所以表 这个 所以表会多的话 会可能造成 它的写的 那个延迟会比较大 然后 它的数据来 来自于两方面 通过写到 HPC 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 通过 Bugload 几线 就是说 几线作业产生的 这一部分数据 它会通过Bugload 最后的 写到Face表里面 然后另一部分 是通过 APA 那个 通过在线的 流任务实时的 写入 然后 零件的数据是 T.1 在线的是 T.1 然后都写到Face表里面 然后再做 BI的报表分析 然后 这是两个 相对比较典型的 场景 一个场景 涵盖了 然后 也有 Face里面 把点心的 2G所有应用 还有 Bugload 这些都是有的 然后 这个是 跟大家分享的 在 我们 这个 UniHPC 上面 使用Face用户的时候 然后 这些用户 通常会 遇到很多问题 然后 这个是 一个小的 一个 总学 就是说 把这个上面的 一些 然后 分享给大家 然后 其中 是关于 一个表的 表的属性 比如说你在 唱片表的时候 怎么样设置一些 属性 可能是能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 一个 就是说 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说 对你的业务后期 或者是现在 使用来说 能够 让你的更加 更加稳定 然后 获得更好的性能 然后 可能是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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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配置 参数是对你这个有用的 然后第一个呢 就是说 在键表的时候 实际上是 设置的 update 开始 这个东西 设置 这个参数主要是用于更新 Face会在Soul会有一个Cache 然后这个Cache会CacheMeta表的信息 这个是在客户刚好所有段都有的 如果说Cache这个信息也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性能 产生交调的RTC 然后这个当前模式的配置视频 我们当前推荐它设置为120秒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每120秒更新一次 更新一次MetaCache 这个Cache的话能够获得较新的Meta信息 如果不更新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 比如说有些用后查的时候会发现它的Meta信息 可能会有些不一致的情况 然后因为这个比更新多了更好更新少了也不够 所以说目前120秒是比较规券的 当然这个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再配 然后呢就是说更规券的时候 在创建表的时候更规券使用SplitterK SplitterK有的时候会给加颜表更好用一点 为什么SplitterK会更好用 因为加颜表它是在键表以后它是会限制 然后它就是说键表以后 随着数据量都更大 你这个颜的个数你再不能更改 另一点就是说这个加颜它会限制你后期查识的Range Scan的性能 这会让你观察看这个气能会有损耗会有降低 另外一点就是说建议大家在使用创建键表的时候也去使用SplitterK 如果在键表是键表是键表的数据 如果你键表使用了SplitterK 但是键表不会形成 如果键表使用了加颜的数据的话 键表不会形成 然后很多用户都有一个误区 就是说这个SplitterK它是和SplitterK是可能很多用户不同的调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概念 很多用户都拿这个加颜的数据和SplitterK去把它们刷一个等号 然后说认为我用多少个Bucks就是有多少个Ration 就是用多少SplitterK就是有多少个Ration 这个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每一个加颜每一个SplitterK是对应的多个Ration 它是下面会对应的多个Ration 它和SplitterK或者是相反的这两个东西 它这个SplitterK它只是Face逻辑上的一种 逻辑上的一种概念 然后它会在每一个你每一条的那个插入Face表的这个K 这个K前面会加一个加个Bite 然后去标识你这一个你这个应该是哪一个桶 然后下面当你这个桶的个 那你这个桶到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每一个Bucks下面会对应一个Ration 你建掉的时候 后来的话它会后边会每一次增长 它会往下面会不断的再分 然后这个是和SplitterK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这个地方很重要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插成的Hata 然后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客户端 用户客户端的P值也不太高 然后淘一些照应的时候就是代表到加小表的这些照应 但是我在这里不是说 问到大家拿Face去淘一些照应 其实这个是不太推荐的 然后这个不太推荐大家使用Face去做大量的照应 但是有一些业务场景它确实是可以的 然后大家可以去按自己的业务去做 然后这里推荐的时候 这里推荐的就是说用这个 有的时候哈西照应 或者是哈西照应 哈西照应它其实是 哈西照应其实是非常 在大数据大中间结果期的时候 这种情况它是非常耗内容的 然后这种时候这种情况它可能 比如说这种哈西照应是跑不出来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更推荐使用 摩西照应 然后这个也是产品的一个配置 然后有的时候也推荐的时候 推荐的时候推荐大家使用这个no cache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其实有一些产品 就比如说那个up,select,select 因为我们从一个表到另一个表 然后这些数据可能我们只需要读一次 然后估计要不想显示中间的结果 不想使用到hs的patch,patch to load 我们都想把这个数据化成起来 然后突然增加hs的一些GC压力 然后想让它更快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呢,性能更快一点 然后这个时候就用这个no cache 它其实就相当于在hs的patch里边 就是说那个no cache,是false 然后有的时候可以用small 这个small是什么意思呢 small就是hs对那些的small scan 然后这个时候对小数据量一些 而且是推键在50 就是说这是可以推键的 现在在高版本这个是可以推键 就是说现在的话就是说 推键在你的数据量 操表一次scan命中的数据量 大概就是说在100条或200条下 或是10条这种情况下 推键使用small scan 它可以使用一次rcc 然后获取到结果 这个是更快的 然后我这里没有加统计数据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大家会相当于 就是你一个用small scan 一个用死small scan 大家可以获得至少50%以上的 其实一般是这样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关于组合K 组合K 这个组合K 组合K这里是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在face里边 第一个组合K会出现在primeK primeK primeK产生的组合K 然后这个K是相当于主表的rook 另一个呢就是说 在创建所有表的时候 产生的组合K 然后这个时候主要组合列 三个组合列 就是这些都是ABC 三个组合列 产生的组合K 当然在所有表里面是 最后产生所有表的rook 所以是ABC加上原主表的rook 最后生成的是所有表的k 然后在这个场景下 就是说 在数据表的组合K 和所有表的组合K 这两个APC的三个月 让我们推荐查询 这个是怎么用在face里边 怎么样是更合理更好的 然后在这个场景下就是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hbase里边 这个查询它的rook都是bat询 从处在share 那想扫描一个kp 挺精准明确的 它是最快的 它可以通过hs range 它可以通过glofelta 这些 它有很快的那个位置 但如果说你的范围每一次很大 它就会越满 那其实也就是说 我们在ABC这三叶 你都是这个well条件 是有ABC这三叶的情况 这三叶 B的值就是按A A的X 按B的X 按C的X 也可以把A换成大于小 或者其他之类的 然后就这种条件是最快的 另外的话就是说 A and B 这种是最快的 因为只要我们复合前锐性 这一种 它一定是 它一定是获得 可以获得 比较好的性了 而我们 其实不推荐 就是说 你的插数里边 创建了所有是ABC三叶 然后你的插数里边 查的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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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数据量场底下,我们其实更推荐使用各个Lobo Index 然后,现在社区的Lobo Index其实也相对不是那么成熟 然后,在我们这个上面使用的那个,就是说,在UngHase上面使用的这个,虽然说我们改造了很多 但是,我们仍然推荐,因为Lobo Index现在对大数据量场底下,它们显示会比各个Lobo Index会更多 然后,在大数据量场底下,它有推荐很多Lobo Index 然后,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有些用户在它使用Face表的那个Row Time Set的这个属性的时候 因为它想做一些持续数据的存储 然后,它就会对这个Row Time Set的时候,会经历手工的操作,然后设置协制 这样会导致它在使用的时候,它的有些数据就可能会在查证的时候不可见 这个用户对Face的时候使用它可能也会比较空白 它可能没有了解太多,所以说它对这个值 因为这个值就对了Face里边每个Sell的Time Set 然后,这个时候设置完以后,你可能针对了当前这项值,它可能会读不到 然后,用户这个时候可能会想,可能会想我们发问,然后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这个时候,如果说一旦用过量的数据量传奇比较大的话 一旦再次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可能要需要它去重新去把这个数据倒一遍 或者是从于它的业务去进行进行调整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在现在看来,就是说获得Faceback的一个,现在也是一个次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锁引表不是建的越多越好 其实有些用户场景它需要多的锁引表,但不是锁引表建的越多越好 锁引表建的越多它可能会,它会,就是说它直接会对你的写方式造成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我之前做的一个实验 然后,里边统计了,就是说在Global Index和Lob Index里边 每增加一个锁引表,以后这个这个树与主表的卸入速度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锁引表的增加,然后主表的卸入速度它是正常下降的 所以说,目前在Global Index里边,这个它是默认是不超过10个锁引表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建的怎么办呢? 推荐通过Bugled的方式,去生成设计数据 然后现在设计的Bugled的方式呢,然后现在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这段时间,这也是我这段时间刚发现问题 然后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快的 就是说,通过Bugled的方式,直接生成主表的H5 然后直接写过去,这个是很快的 然后现在设计的这个版本有一些,有一些缺陷 它可能会导致所有表里边有一些脏数据 发不得的方式 发不得的方式要比这种,这种那些写的这种方式 要太几个数量几个,在大数码上一下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跟这个时间比较紧 然后没有详细的列一下,就是说 在原来实验史上,Bugled的具体做了太多 具体的做的工作,哪些是怎么做的 然后现在大概的聊一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挑战 还有说是,还有说是改进 然后现在其实在整个工业用的场地上 使用Bugled的用户,其实现在主标遇到的问题就是 所谓的Bugled的不稳定,那这个不稳定 其实就体现在,主要是体现在一个方面 主要是体现在一个,主要体现的一个方面 这一个方面是什么,就是Bugled的所有表 经常有问题,那所有表里边有问题 它的查数可能会随时降级为一个掃权表 那这个掃权表,就会直接导致它的Bugled的 导致XXXX的不稳定 随时会出现,可能会随时会出现 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更远的栏 就是它的稳定性 稳定性这个东西 它是来源于,就是说 每个Bugled的使用场景 它不是很熟悉 然后它就像 Termine Circle一样 我挑一个Select 然后丢进去 它觉得也可以跑出来 它也不会想着 Fillings可以从那 追求量回来 比Myself大 它也不会太多的去想到这些细节 然后它只是觉得 Myself可以这么查 然后它就查了 查了一下发现 把HXXX跑过 然后这个时候 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就是这种场景怎么解 那这种场景其实就是说 我刚才说 刚刚开始提到的 Myself的方式 在Myself上面 做更严格的把关 在Myself端去进行神迹 去进行Circle的把关 然后告诉Myself 哪些查评是能追行的 哪些查评是不能追行的 这会有点 进行到这里的性 然后 我们在试的过程中 也说到了Myself 很多的抱怨 刚才说的 他不知道查评是怎样的更词 另外 另外 就说 Myself也会说 Myself里面 我一条Circle的书记 说 不只听具体查评的分本 他应该能够 自动的去试点 比如说我这样的三次 他应该能够这么试点 说 我这个查评 我会自动做哪个随意表 但是Myself的时候 确实不会 他没有那么智能 然后 这个用户也抱怨这个 然后 然后 如果说 Felix的话 我现在就是说 外国 我现在就是在外国 我现在就是在外国 我叫Felix 解决DC的一些 但是你这边 没有PASS 没有PASS 没有GRO 这个东西 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在公共有场地下 面对的客户 它这个有代码 它有各种各种的东西 然后 诶 中国也抱怨说 诶 我这个 我的数据 比如说 我现在Myself 的数据 我已经 Myself的数据 Myself 已经支撑不了了 我想把它导入到 PASS 但是 我的数据量也不小 几百个T 或者3T 怎么导入 你这跑了这么久 都没导过来 那 现在也缺这个 在Myself 数据导入 导入 怎么样 你快速的导入 一直构建好所以 那用户一下 怎么用起来 尤其对于那种 上去去提的 那么多 他们希望 他们的业务 不会已经中断 他们希望可以 可以一个晚上 可以把这些数据 签上来 然后第二天 这个业务 可以正常 正常用起 但我们希望 也就是到数据 停止 尤其对于那种 数据 他们的数据 可能每次都是 对所有 对表的全量起 对表的全量起 而不是说 它的表会 封区封区封区 封区封区 封区封区 他可以封区封区 他可以封区封区 封区封区封区 但如果是没封区封区 他必须在短区封区 因为 所以说 雖然說總結來說,菲律斯現在目前不是那麼一個特別健康, 那麼能夠完全是一個比較商用的一個產品, 所以說我們也在一直朝這邊在鼓勵, 可以把這些東西做得更好一些。 然後,我們現在呢,比如說,為了可以讓菲律斯做得更好, 我們現在在做哪些事情呢? 包括我們現在做的這些事情, 我們也會把它給後續提到社區去。 然後,這些事情包括就是說, 我們現在構建了菲律斯的一場測試框架, 然後這個是社區當時也提出,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做了, 然後我們現在也開始去跑起來了, 到時候這個東西, 晚上以後我們會提到社區, 通過這個異常測試, 不斷地去構建異常測試, 就是,在異常環境下, 就是說任何進程的異常被BKL, 或者是正常的DUN, 或者是HBase成分的, 集中產分的所定的BALANCE, 這些任何異常的情況下, 都隨機出發的情況下, 我仍然能夠保證我菲律斯可以正常運行, 可以穩定的運行。 這個是我們現在做的一個, 形容的一個工作之一。 另外一個呢,就是說, 我為了保證所有的, 仍然是可用的。 當然這個, 保證所有可用, 就一直可用。 然後我們加了這個, 新城市的這些策略, 包括FINIS的失敗這些策略。 看這個策略之前, 這個策略, 這個策略早的時候, 是在集團的FINISCAP, 這個策略。 我們現在這邊的話, 就是說, 最早的時候, 集團也有一個FINISCAP,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功能維毛, 因為Face上面, 現在也會付的是另一個版本。 然後, 還在做一些視訊, 就是說, 那以後, 為了這個, 這個FINISCAP, 可以更加產品化。 然後, 我們會加一些新的功能。 即是, 監控平台啊, 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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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或者是,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FINISCAP, 然後, 然後, 像這個, 或者, 這些, 或者, 然後, 現在有些用戶也都是在用的, 對, 像這個, 然後, 有的用戶, 其實, 現在設計沒有這個功能。 其他用戶, 它的表現可能很大了, 可能是, 上去, 或者是,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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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上去, 或者是, 上去, 或者是, 如果說, 沒有這個功能, 比如說, 它的數據要很早不見, 然後, 這個COS是很大的, 所以說, 用戶也希望有這個功能。 嗯, 然後, 很希望大家, 如果多交流, 可以一起共同, 把這個東西搞得中的第一條, 讓更慘的, 做一個更好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還有, 還有, 十八個, 十八個, 還有, 還有, 十八個, 那, 已經燒死了, 謝謝, 請問, 請問, 他们是架构和实施运动式的产品场景 简洁的话就是看我们为什么选择Spark 主要是Phoenix和EtiFace有四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分析方面 Phoenix他不是非常擅长复杂分析 然后还有谈听资源方面 我们知道Phoenix是使用EtiFace的处理器做一些事情 然后EtiFace之群本身的事源是有限的 比如说如果你想做一个bug load 或者说Evo20所以他需要的资源 EtiFace的企业本身的大途 那这个时候由Spark的外部的 Evo的分析资源来做跟自己非常适合的 然后第三方面是比如说bug load 比如用户有在他的位向中处 或者说宿航里面有P数据 需要快速的导渡到Phoenix和EtiFace 那用Spark做bug load是比较适合 然后另外最后方面是比如说 这个实实的load load和EtiFace的工作 因为Spark、Spark是非常友好的一种 用户的那些 所以用这个Spark、Spark 来做Phoenix以及EtiFace的实施工作也比较适合 用Spark之后 Spark加EtiFace它的一个 模拟图会是这样的 就是最底层是Spark有自己独立的资源 然后在Spark之上可以去为 分析EtiFace提供一下 分析bug load 实施路库以及Evo建设位 这样的模拟 我们看一下就是为什么Spark是这方面的优势 就是分析方面 Spark它是一个通用的分析引擎 它支持标准的SERV203 然后同时Spark 也用这种代表的分布式的下构 可以非常好的满足这些复杂的分析 然后发动的方面 因为Spark它做一个通用的分析引擎 它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数据员的揭入的方式 比如它拨认支持像CSA GPC 然后社区很多数据库像ES Mongo Espace都有下单分析 还有就是这个实施路库方面 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三个 现在开始是那个 Slack streaming Slack streaming和Slack SQL 都能一套优化 然后它的这个API也是非常简洁的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有了Espace加上Spark 那就是企业的这个大数据的架构 可以怎样去设计 比如说有了这两个就是 分两个大数据相比之后 那企业的大数据可以 我们可以看我们可以分为就是三层 然后第一层是 我们可以分为就是叫做P数理层 P数理层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Spark 来做这个实施路库 你能把外部的 你的MightSircle 然后印象存储 然后画过的数据 同步到HBase里面 同时 这个P数理层 你可以把这个HBase和Pinix的数据 然后导入过来做一些底线的分析 然后第二层是这个服务层 服务层就是 就是借助这个HBase和Pinix强大的在线查询能力 然后直接对外提供在线的一些查询 然后最下面的层是这个加速层 加速层 加速层就是说 我们可以利用 Spark的游置影机的方式 然后把一些外部的 试试的视线 大家会随着想谈谈 这种消息温限 然后试试的做增量的路途 同HBase里面可以做DDR 然后在导入到HBase去Pinix里面 既然是Spark方面我们这边重点推荐的VPS Spark SQL 及Strike Streaming 就是Spark SQL 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就用一个Spark SQL 作业来分析HBase 它的这个支援图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看到是HBase的整个文字架 它的Scape是Win Server 然后一个Spark SQL 作业 它也是Must-Scape 它在Zero单位做这个 Scape的解析优化 然后支撑Scape 然后在它的Win Server 并发了我们Task 去运行的去Scan 这个HBase里面的数据 那我们这个RangePay的作业 是一路是在这个 Spark SQL 融化的时候 做的加强 然后另外在实行程 社区现在是直接去Scan 通过HBase Scan APS 然后这种方式会一起 解释一些稳定性问题 那我们也在就是 做这个直接去读位机架 然后这一块做一些工作 Spark SQL 的时候 主要是分两个API API就是选择这个 Spark SQL 去分析一辈子 然后我们这个 Spark SQL 的Meta 会选择这个Hive Hive Hive 然后系统的话 主要是一些相比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一个Spark SQL 去分析 Hive Hive 一个键表 主要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我们会去 兼容社区现在 就是 比较比较长的一套 这个Hotworks 有一套 这个圆先 比如说PrayTable 我创建一个Spark SQL 主要表 叫HBaseTest 那选择了这个DataSource 要指名是HBase的DataSource 然后下面呢 就是在这个 Spark SQL 在这个Hotworks里面 你要去指定 Spark SQL 的这个Semma 和MetaBase的每个Carticle 和音色关系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Table的 第一项的Table 就是说 音色的是MetaBase的文章表 然后下面的话 这边左边就是这个 Core Core 0到Core 8 就是说 Spark SQL 主要的Semma 那比如说Core 你音色的是MetaBase的Rookie 这代表是Rookie 它的类型是Screen类型 然后Core 1 然后音色的是CM1 这个Family里面的Core 1 这个Core 1 然后这样一直 音色下去 可以自己认识 那就是 今天这张表图 我们用18Core 怎么样去分析 Core 1 然后其音脈引力 然后说一个Filtr 然后说一个Core 那这条理区的话 下一个优化 包括三方面 就是 包括这个分析删键 分析删键 分析删键是这么说的 比如说 你这个Core 0是Rookie Rookie 有一个范围之后 那做分析删键的话 通过这样一个Filtr 可以 确定你使用Scan HPS的哪些Witch 而不是全角去扫描 Witch下推的话 就是可以把这个音脈的这个 这个Witch推到这个HPS Scan的这个APM里面 但是HPS本身Scan 不可以说把所有数据都到 Spark里面去再做Word 还有个叶范体 新的方面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一简单的测试 就现在 这个大家用Spark 那些HPS 常用的就是 一方面是RDD 而RDD的话 大家用的比较多 就是使用那个 HPS 就现在有一套叫PableInput 方法 这种 它是相当于全条Scan 那个HPS 那用1800之后 流化之后 可以看到性能 就是 一个50万条的数据 去做个Scan 然后原生了HPS RDD的话 大概14秒 然后1800 做了这些多话 的话 大概1秒 如果就是 因为 这里面还没有设立到 直播极file 如果说1800 跟直播极file的话 在苏伊亚更大的情况下 这种的1800 性能会更好一点 接下来就是看 如果 Readybase 会推荐的 StructStreaming 的API 那就是 可以知道 StructStreaming 和Spark SQL 它们 底层都是一套 用DataFrame DataSet 那套就是API 那我们就是 在这个 印射 表的印射关系上 StructStreaming 可以和Spark SQL 用一套 同样的印射关系 比如说 这边开到 我定义是说 这个流 它写到 HPS的表里面 它的这个 Sigma印射 就是说 这个流的输出 是要写到 HPS的 StructStreaming Count 这样一张 HPS表里面 它怎么写呢 就是在Spark里面 它的两个列 是ValueCount 它写进去 对应的是 Value写到 这张表 然后Count 写到 CME Count 看一下 就是 你在开关一个 用StructStreaming 比如说 从Count 消费一些 消费一些时间 然后使用 Face 你的代码可以同行 首先第一行就是 你要接哪个 车身跟电 有些Count 或者接 LockService 然后你先 DataFrame 然后在DataFrame 你后面 就可以用DataFrame DataFrame DataFrame 其实是DataSycle 然后做一些 比如说 一个简单的WallCount 然后StructStreaming 要定一个 WatStream 那WatStream 在Spark 里面 我们要做一些 插进网的地图 有个方法的指令 说 这是一个 EdgeBase的Stink 就是要写到 DataFrame 同时 这个 OmC里面 替一下 Skima 地址关系 那这样 你这个 WallCount 就是一个 大家可以先 更不辣的 然后 第三个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 用WatStream 加持Stark 就是这样一套 大数据的速度库 可以解决哪个 场景的问题 第一个场景 总结为 大数据的 在线报表服务 那就是在线报表服务 就是说 它最有一定的实施性 这样一套 主要分为三部分 然后第一部分是 消息接收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是 就是这个 就是 游市的实施 ETR系 入住 后面就是一个 在线报表系统 就是说 不可以知道 不管现在很多 这个微网团里 什么的这个 手机 电脑 或者说一些 网页的一些 公务的事件 一般可以 可以 融进这个 Tankar 然后Smart 去联系的消费Tankar 然后做一些 ETR的事情 然后再设计 然后可以看到 下面有一个 右画的ETR 那这个事情是说 ETR可以为 Smart 可以提供一些 图表的这样的服务 就是说 比如说你一条 数据进来之后 他需要跟他的一些 其他信息作为观点 他可以在 Smart 里面去查一下 ETR 数据观点 然后再 一条说法 都在写到ETR 然后 这个 企业可以去 ETR的API 对外去提供 在线报表服务 他的这个 用户可以是 其他的这个 运营人员 以及他自己的用户 这个 这个 距离的 可以是 如何手游 或者是 商业的 就不太 不在区域的 什么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 普通的场景是 就是做一个 做一个 大数据的 复杂报表系统 然后 这个复杂报表系统 跟前面是一样的 就是 入户是一样的 那我们 复杂的话 是因为 smart水平 就是不适合做那种 做那种 特别复杂 自己多 如果 就是这个 分析太复杂的话 他的这个流的颜色 会比较大 那这时候需要 以过 smart的一线分析能力 所以一线分析能力 比如说 这边 ETL出去计算 device之后 我们批量了 零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 或一天 把数据通过到 smart里面 然后再结合 他的这个 数仓的一些 意识的表 做一些相应的观点 在回邮达的space 然后这个 报表系统 在通过 这类的Fenix UI 提供服务 具体的 简单说 配置的手游里面 在某几天做一个大数 然后想要看一下 这个大数的效果 就是对比 当前今天这个大数 每个实战的效果 跟去年 或者上一期做的 某一次 来促销这个效果 怎么样 那实质的数据进来之后 你需要把这个数据 影响通过 一下 smart里面 分析地死了 有去年 拿这个数据说对比 然后回邮过来 再推出去 然后 B中间看到说 今天这个大数 比以前这个 效果不好 反过来说 有调控啊之类的 然后第三个场景 是比如说 这个做 日索引和查询清措 这个是标点 就是说 这个 大家可以用这个 符号或是 Lockstash 做 去 然后到卡卡 其他出品都一些 一条 进到这个 Edit 或者Solar Solar可以提供这个 全文索引的能力 然后在外 提供这个服务 然后场景四的话 就是 可以说这个 持续的查询 和监控 这个就是比如说 这个我们前面 那个区别就是说 这边是引入了 MNTNTP 这样持续速度 你们可以知道监控的话 它一般都是 人家这边缺有趋制度 趋制度 就是跟时间有关的 比如说你要看CPU 它这个 MNTN的这个 漏得怎么样 然后还需要看 宝贝的指标 它的这个区域怎么样 但是 用Horl NTP 接到这个 持续图 持续的监控 能处好的 几个方案 另外就是 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团队 也非常欢迎的一些 就是 对统训生物充 以及 Spark 和Curl感兴趣的加工 然后另外 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就是 可以再提问一下 然后今天 时间稍微长一点 好 谢谢 那个 有点超时 这样我们一下来 有没有也可以再找这两个同学 再多谈谈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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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